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793集 不知道陈青兄有没有留下来的打算呢 奉天真呼吸急促起来 若是说他心中没有期待 那是不可能的 秦晨的实力比太上长老都要厉害很多 最起码也是顶尖的巅峰圣主 若是有一位顶尖的巅峰圣主坐镇 古道宗无疑会更加强大 不容易受人欺负 不过古道宗现在也很危险 因为被诸葛世家顶上 那可是南天界最顶级的实力之一 秦晨如是道 我来南天界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寻找通天间隔 看来现在还没完成 不过陈某人也不是无情之人 自然不会放任古道宗不管 奉宗主若是不介意的话 陈某可以在古道宗待上一些时 或者担任一个职务 替古道宗解决一些麻烦 你 你愿意成为古道宗之人 凤天真双眼一亮 呼吸急促 大殿柱 各大长老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古道宗如今的处境实在是太困难了 急需高手作人 陈某在天界其他地方也有势力 所以不可能全身心地加入古道宗 但是诸位可以把我当作是古道宗的人 你愿意加入我古道宗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岂会在意那些事情 这样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成为我古道宗的名誉太上宗主啊 并且既然你我同处一员 我古道宗也愿意加入陈师兄你的势力 成为你麾下的一份子 奉天真自然不会让秦晨当什么长老太上场了 这明显不厚道 虽然秦晨年龄不大 但是不管是秦晨的辈分或者实力 都至少能担任太上长老 但是奉天真觉得太上长老还不足以拉拢秦晨 因为秦晨身边的高手 个个看起来都是很不凡的 这样的人物所拥有的势力定然不会简单 让这样一尊人物担任太上长老 奉天真都觉得诚意不足 因此他直接提出了名誉太上宗主 在这个名头上甚至超出了他这个宗主 宗主 奉天真这么开口 其他长老和燕园龙腾人脸色都变了 神色震惊的道 直接让古道宗加入陈卿的势力 宗主是不是太鲁莽了 他们都对古道宗有感情 也相信秦晨 但是直接加入对方 一时间都有些接受不了 好了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奉天真口笑了一声 然后对着秦晨道 陈师兄 你也千万不要推辞 我能看出来 陈师兄你非同一般 我古道宗看起来还行 但实际上你已经是四面楚歌了 继续下去要么搬走 要么被天元派等势力覆灭 没有第二条路 但是搬走又能搬到哪里去呢 所以希望陈师兄能够接纳我古道宗 奉天真对着秦晨恭敬行礼 秦晨摸了摸鼻子 而一旁的刀王木之锋等人 也都看得傻眼了 陈少王这里来一趟 就收服了一个宗门吗 霸雄宗三妖 更是看得目瞪口呆 这 他们好歹还交手了一番呢 被奏服的 可是古道宗呢 这也太没骨气了吧 不对 古道宗如果没骨气的话 也不会在这里忍辱负重 续致 当年五大妖宗曾经给过古道宗机会 让他们臣服 为五大妖宗服务 可是古道宗拒绝了 才有了他们霸雄宗的霸战 也罢 不过我这个太上宗主只是挂名 具体的宗门事务 还是请凤宗主来处理吧 最终 秦晨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能看得出来 凤天真那是真心的 凤天真神色顿时激动起来 多谢陈师兄 然后他看一下了众人的 诸位 我知道你们心中有疑惑 但是大家只要知道 我们古道宗其实传承自通天建阁 而陈师兄是通天建阁的传人 算是一脉相承就行了 确定了秦晨的职位 接下来的话题 那就轻松了许多了 凤天真对着秦晨道 陈师兄 我知道你来此地 很大可能是为了寻找通天建阁的所在 其实 你没有找错 通天建阁在远古的遗址就在这里 什么 秦晨神色一惊 我们灭剑宗并不是通天建阁的遗址 真正的遗址在建种里面 当年我的祖爷爷便是从那建种中 得到了通天建阁的传承 这也是我们古道宗 宁死也不愿意搬离这里的原因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古道宗 其实是为守护通天建阁遗址而存在的 果然 秦晨露出了恍然 因为他心中本来就有此猜测 建种果然是通天建阁的传承 而且我怀疑 这些年来 天元派等势力之所以针对我古道宗 也是猜测到了什么 甚至他们便是那诸葛世家等南天界顶级势力的狗腿子 奉天真冷声道 这个秘密埋藏在我心中好多年了 我一直没有告诉其他人 今天陈师兄来了 也算是找回了真正的通天建阁正统 我也可以说出来了 而且我古道宗已经这样 继续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说不定我古道宗不久之后也会被灭了 这也未必啊 奉天真苦涩的 古道宗的人看着奉天真 宗主瞒得大家好苦啊 有我在 不会让古道宗出现这一天的 秦臣道 奉天真苦涩的 陈师兄 你是不知道天原派他们有多卑鄙 对比起来 五大妖宗还算是好的 说起来 也多亏了五大妖宗 让我们认清了天原派等势力的嘴脸 此话怎讲 清晨看了过来 当年我古道宗还是灭剑宗的时候 占据天荡山脉的一处绝佳之地 也算是天荡山脉中的一个顶级势力了 当时的天原派 血影教等势力 都欲和我们古道宗联合 对抗五大妖宗 因为谁都知道 在天荡山脉中 五大妖宗想要统一此地 成为这里真正的巨头 当时为了对抗五大妖宗 天原派等势力和我们关系极强 现在回想起来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从我古道宗身上 打探通天间隔的消息 后来 我古道宗在五大妖宗的压迫下 决意搬迁 因为我的使命 便是守护建筑 而不是争夺天荡山脉什么霸主 谁知道 天原派屡次试探不得 居然暗中下杀手 在一次几大势力会谈中 天原派 血影教等几大势力的高手 突然对剑魔太上长老痛下杀手 甚至暗中用毒 导致剑魔太上长老神魂受损 走火入魔 浴血杀出 但是最终成了一个白痴 好在 剑魔太上长老对古道宗还有记忆 一直守护着我们古道宗 一旦有强敌前来 便是大开杀戒 不死不休 拼死而战 倒也令得天原派他们不敢太过压迫 但是 这些年来 天原派他们鼓动天荡山脉一些其他势力 对古道宗进行打压 不让我们古道宗成长起来 我们古道宗本来实力大损 自然被打压得很惨 弟子越来越少了 到了今天 古道宗上上上下下只剩下了数千人 秦晨继续问 周边有哪些势力 周边最厉害的就是天原派 吉神宗 血影教 鬼扶族 巨人部落等五大势力 其中天原派 血影教 吉神宗和鬼扶族 为了对抗五大妖宗已经联合起来了 同时也是他们封锁了我们古道宗 天荡山脉很大 如此大的一个地方 势力自然就很多 而在这里面最顶级的势力 是五大妖宗 还有天原派 吉神宗 血影教 鬼扶族 巨人部落等十几个大势力 现在 其中有四大势力都在针对古道宗 可想而知 古道宗的压力有多大 从奉天真的口中得知 四大势力 实力都是十分的强大的 天原派 人族宗派 宗主是巅峰圣主高手 一共有三尊巅峰圣主 弟子数十万 并且 在天荡山脉外 也有庞大的势力 是天荡山脉中最顶级的势力之一 吉神宗 是一个收纳各种种族的势力和宗门 宗门里面 也有两大巅峰圣主 麾下也有数十万弟子 一个个实力惊人 血影教和吉神宗类似 鬼斧族 是鬼斧一族的实力 神出鬼没 杀人于无形 也不弱于吉神宗和血影教 面对四大宗门的打压 古道宗能保存下去 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鼓笑了一声 奉天真的 此大势力 无所不用其极 我古道宗的人 一旦下山去 出去寻找机缘 被他们发现 就会遭到雷沙 久而久之的 古道宗被困死在了 这小小的山脉中 紫园越来越少 坐持山空 很多弟子天赋不错 但是陷于紫园问题 提升境界很慢 紫园少 自然没有人愿意成为 古道宗的弟子 也没有人愿意加入进来 最近一些年来 新弟子几乎没有 不久后 人数恐怕就越来越少了 资源是一个宗门的根本 断了寻找资源的渠道 等于是断了去 这个宗门的希望 还真是歹毒啊 奉宗主放心 有少爷在这里 四大势力 不足为虑 以后 古道宗的弟子 会越来越多的 清秋子怡突然笑了起来 四大势力不足为虑 奉天真直愣愣地看着清秋子怡 这什么人呢 口气如此之大 奉天真口色道 其实 四大势力还好 有剑魔太上长了 和陈师兄你在 起码有自保之力 我担心的是他们背后的 诸葛世家 还有 陈师兄 你居然将霸雄宗的人给奴役了 如果让五大妖宗的人知晓了 就麻烦了 五大妖宗的实力 还要在四大势力之上 出个世家吗 放心 我自由打算 秦晨眯着眼睛道 秦晨荣省古道宗名誉太上宗主 是一件大事 第二天 奉天真就把大家叫到了宗门前的广场上 宣布了秦晨名誉太上宗主的事 太上宗主 这么年轻 和奉天真意料的一样 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都很吃惊 不过没有人怀疑秦晨够不够资格 要知道 昨天秦晨就用两根手指头 就夹住了建模太上长老的剑 并一拳崩飞了他 有了太上宗主和建模太上长老 我古道宗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很多 真是肯定的 太上宗主的实力 可比建模太上大长老都要强上一些 如果建模太上长老能恢复神志 我古道宗还要更强大 可惜呀 修炼需要资源 我们古道宗的资源太少了 就算是多了一个高手 只能不被压迫 但是想要发展太难了 众多弟子议论纷纷 兴奋之余又都有些失落 出不去 他们古道宗得不到资源 就无法发展 一旦发展不了 再强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弱 这是古道宗获得不面临的问题 望着数千古道宗弟子 听着大家的议论 秦晨侧过头对奉天真道 宗主 我看这些弟子中 大部分心境都很高 但是修为偏低 圣经可发放足够了 奉天真 尴尬了 古道宗圣经 还有一些库存 但是也不多了 上万年入不敷出 让我们的圣经越来越少 圣脉也消耗许多 如果不是我们古道宗 有一条上品的圣主圣脉 恐怕早就已经消耗尽了 秦晨想不到 古道宗居然凄惨到这等地步 上品圣主圣脉虽然可怕 一般后期圣主都未必有一条 但是一整个大宗门 只有这一条 实在是捉紧紧着 这样下去不行啊 古道宗想要发展 必须有足够的圣脉和圣经吸收啊 秦晨的 奉天真咬牙的 我会将宗门储备的所有圣脉 和圣经都拿出来 然后发放下去 的确 继续这么下去 虽然能持续的久一点 但是还是会死 只不过死得慢一点而已 不如就拼个未来 以前奉天真真的不敢这么做 现在秦晨来了 奉天真觉得古道宗 是应该有一些变化 那倒也不至于如此 圣脉 我先支援一些吧 秦晨轻笑一声 话音落下 他手中猛然地出现了 一条上品圣主圣脉 以及十条中品圣主圣脉 这是十一条圣脉 如同是十一条巨龙一般 瞬间发出了 惊天的咆哮之声 然后瞬间落入到了 这山脉之中 顿时古道宗山门 开始发生了变化 各种圣气萦绕起来 原本死气沉沉的气息 一扫而空 天哪 广场上所有弟子都惊呆了 包括奉天真 也都瞪大了眼珠子 难以置信 十条中品圣主圣脉 一条上品圣主圣脉 秦晨拿出来的圣脉 一下子比整个古道宗的库存还要多 让古道宗有了更大的发展前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